這款遊戲叫做大英雄戰技 然後他的熊是貝爾的那個熊 那不是打錯字喔 他是指的是那個 他與那個操牌公司的那個 Key Bear 推出的遊戲 那他的熊的造型就是那個 操牌的那隻熊 那遊戲一開始呢 就是有震撼的音效 然後一個三隻熊大英雄戰技 那這個熊就是指這三隻熊 那點選遊戲帳號登入 那之前如果你已經帳號密碼登入 已經有設置好 你就可以點選自動登入 遊戲公告點選OK跳過 好那遊戲一開始有看到四個角落都有選項 那右上角這個選項呢 我們可以設定我們的音效 可以設定關閉 這樣就沒音效了 好那點選XX 那這邊也可以選擇登出齁 就可以用別的帳號密碼進入 那遊戲的左上角 可以輸入你的序號活動序號 你就可以換取禮物 那這邊有你的任務的查看 你可以看你的哪些任務已經破 哪些任務沒有破 OK 那這兩個都是你的任務時間 任務的項目 好那這邊跳出來 又是從這邊開始 遊戲公告 我們把遊戲公告點選 跳過OK 那點選START就是開始遊戲 那這邊還有一個分享的選項 點選START 那這邊 就故事的簡介啦 什麼 戰士保羅功勁 什麼愛凡 某天維持世界的而平 什麼聖石 那這邊遊戲 遊戲 遊戲就請各位玩家 這個故事 自己 在看 好那這邊就跳過 那這邊 選擇角色 有三個職位 那很非常常見的 什麼魔法師啊 補血的 弓箭手 遠距離攻擊 還有劍士 攻擊力比較強 好那我們就選擇戰士 選Next 他的Next都在右邊 那那個Back都在左邊這邊 好那這樣就進入遊戲 那進入遊戲之後呢 他可以選擇 角色的 一些配備裝備 裝飾 頭飾啊還是 盔甲 我剛才點 點了兩次Next 所以他跳過這個步驟 那我們再點Back 回到 裝飾身體的地方 那這邊就可以選擇頭飾啊 還有服裝等等的 好那你選擇好就選Next 到剛剛的選擇關卡的畫面 那遊戲玩法很簡單 他就是靠近怪獸就攻擊 那遊戲關卡就是這些 那我們選擇第一關 按Next開始遊戲 好 那這邊就選擇你的朋友 那他這邊會說 進入關卡 就是如果你東西都設置好 你就可以進入關卡 選擇頭飾 我都選擇好了 裝備 還有補血的東西 然後還有夥伴 進入關卡 確定 這樣就進入 戰鬥模式 那這邊也一樣有劇情的簡介 SKIP 那這邊有個小遊戲 可以 有一些升級的 比如說我的 血量 乘1% 那他還有什麼攻擊力 守備力 都可以有一些補助 好那遊戲很簡單 就是點選左右兩邊 往右走 往左走 那靠近怪獸呢 就會自動攻擊 這樣子 血量在這邊 那我會被打死 那我就離他暈一點 我可以這樣子 就打了一個怪獸 那這邊有一個大絕招 就可以用這個大絕招 那這邊我可以叫出我的夥伴 那就是不要讓怪獸 跑到我後面 攻擊我的 攻擊我的目標 那這個就是我的夥伴 那這邊有暫停 暫停可以繼續遊戲 重新開始 或回到主選單 好 我被打死了 那就Game Over 那就可以重新遊戲 或回到地圖頁 那非常簡單 那中間還會穿插一些小遊戲 給各位玩家去試試看 那遊戲介面就是3D的 角色 然後做左右走路移動 保護你的城堡 對遊戲非常簡單 好那今天這個大熊 大英雄戰記 就介紹到這邊 很容易 好 謝謝